哈喽大家好 我是咖啡的饮料科的9527 最近又有新的评测机了 没错就是这台摆胜图V1 4580元的粉丝价格 基本上戳到了家用咖啡机的终端以上市场 并且这也是直接达到了 伯父和德龙的市场价位区间 和之前的02S 这台3590元的价位 有1000的差距 那这1000块钱值不值 今天就来看一看 摆胜图V1的整体造型和之前的02S 基本上是一致的 但是操控区就有点哇塞了 有一点像从伯父870提升到了878 甚至是880的感觉 一块显示屏配两个圆形区域覆盖了操控区 哦对了 它把之前我一直很期待的金属机身给更新了 不锈钢的材质 当然了 它的整机重量也提升到了11.22公斤 考虑金属机身和屏幕 最推荐的是黑色版本 还比较有质感 其次呢是白色 有点温润 家庭感 至于这个绿色 有点一言难尽 有瞎得叙手的朋友 给个反图吧 同上到下走一圈 温杯区还是原来的样子 掐指一算 可以放上去三四个杯子 不成问题 购舱 250克容量 32克度调节 看了一下追刀研磨器 还是原来的配方 操控区就精彩了 双数字屏配压力表 最左边这个圆形 我叫它三岩载数字计时区 对应了蒸汽 萃取和研磨 自动计时功能 如果有称重 那就更好了 中间呢 是个数码显示屏 对应了萃取的温度 以及你可以设置调节的部分 别留点浪费空间 实则可以承担更多的显示任务 右侧的圆形 是实体的压力表 一目瞭然 机身的右侧 是蒸汽拉杆 往内是出热水 往外是出蒸汽 功能的区域 其实它的研磨接盘卡扣 和它的冲泡头 位置都没有变 但是冲泡头这一次 换成了助理的金属材质 并且 这块分水网 就和我之前买的 IMS分水网 十分的相似 有点意思 蒸汽棒和热水的变化非常大 首先 蒸汽棒从单孔升级到了三孔 打牛奶的旋转效果更好 实测下来 它的蒸汽含水率更低 也更好打发牛奶 而热水出孔 同类产品都是集中在蒸汽棒里 这回它是独立的了 下面是不锈钢面板和接水盘 这块没有电子秤 有点遗憾 当然了 接水量也会大一些 建议配上电子秤 这个非常有必要 对了 这个底座和02s是通用的 总结一下 看得到最大的变化 就是操控区 一块显示屏 两块显示屏 再加上一个压力表 整个的功能区分的很清晰 并没有让人觉得眼花缭乱 金属机身这个升级 相对来说 会让人觉得更牢靠一点 对了 要说一下 这一台还是试产机 所以在接缝处 和它的一些个做工上 还是有毛刺的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说 功能上的变化 主要说两块 一块是萃取咖啡 一块是蒸汽打牛奶 这是一台 意式咖啡机 最核心的部分 萃取咖啡 可以说是在02s基础之上 有所提升 最大的变化 是它采用了 之前我一直希望 它有的金属冲泡头 你说金属冲泡头 会做得更好吗 会压力更大吗 不一定 但稳定性和耐用性 还是有明显优势的 另一个有很大变化的地方 就是分水网 我手里拿的其实是个 IMS单独购买的分水网 而看了百胜图V1 我会发现它很相似 那我就拆开了一下 就会发现百胜图有点东西 V1的分水网 是个多层结构 先是出水孔到出筛水网 然后是到六边形的 均质分水网 还有一层胶圈结构 来保证水不会 外溢流出造成窗孔 实测下来 水的流畅性 还是非常均匀的 手柄和压粉锤 还是原来的配方 这个研磨器 竟然也还是基本一样的 看下来 这一台研磨器 我觉得是在个 三五百块钱的价位水位 目前看最大的短板 已经是研磨器 所以后续的机型 如果还有迭代的话 我希望一定是把研磨器更换掉 在这儿给萃取浓缩 来做一个总结吧 这台百胜图V1 升级了金属冲炮头 和新的分水网之后 它的萃取能力 的确比现在的一众一体机 会高出一个段位 包括整个萃取的 稳定性和耐久性上 也更有了保障 可以说你是看得到 升级的部分的 再来说一说 独立热水和蒸汽打牛奶 拉杆形的蒸汽杆 这个设计比较好看 镀铬的塑料件 我更希望它是个金属件 双加热片最大的优势 就是可以一边萃取 一边打牛奶 我们之前的单孔 升级到了三孔 蒸汽头 也要测试一下蒸汽量 我拿出来之前的测试数据表 也就意味着 它的蒸汽含水量 降低了10个百分点 它的三孔蒸汽 会让整个的牛奶旋转起来 打发时间就会相应的缩短 并且由于含水量的降低 牛奶打发的口感也会好一点 独立热水孔 这个东西 在家用机里非常的少见 之前在评测 德龙9155的时候 还见到过 把蒸汽杆拨过来出热水 然后去脆浓缩 拿到这一杯热美式 也多说一句 这种热水孔 更多是在于应急 当然了 它其实还有一点点点点 商用小咖啡车的需求 说到商用这个事情 如果你开咖啡车 只要你的美式卖9块9 只要你的奶咖卖15块钱 那绝对没有任何可说的 风俭游人 你要说开个面包店 偶尔应付一下 一天没两杯的需求 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只让它开个店面 这事就扯到 OK 我们最后的总结一下 百圣徒 唯一这台咖啡机 在之前的基础之上 升级了金属的机身 金属的冲骨头 还有它的分水网 并且它把蒸汽也升级了 还有了一些个小心机 在里面 整个的实战性能 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如果你问我这一台机器 在家用市场够不够用 那一定是绰绰有余了 回答一下开篇的问题 百圣徒 唯一这台咖啡机 是否值得购买 这一千块钱差价 是否值 先回答一下 一千元的差价 升级了刚才说这么多东西 我觉得非常值 并且在家用市场 我很建议去购买 四千五百八的粉丝价格 接近五千块了 但是它可以去解决你家 很长一段时间的咖啡需求 直到你下一次再升级 比如说这样的 但是如果购买了02S 或者同类一体机的用户 是否会心动去再升级一下它呢 我觉得没这个必要 下面是无删减做一杯的视频 你在家里做 也是这个时间效率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